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新上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新上弟兄姐妹早安 我們來到新的一卷書叫何西亞書 來到新的一卷書是何西亞書 不曉得要用什麼樣的心情來分享這卷書 不知道要用什麼心情去分享這一卷書 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好像明白但又好像不明白 明白就是知道他在講什麼 明白就是知道他在講什麼 但不真的明白神的心或者何西亞的心 但不真的明白神的心或者何西亞的心 這很像我們有時候在敬拜的時候 我們會唱說神啊 我們一生要跟隨你對不對 頭腦上應該知道自己在唱什麼 頭腦上應該知道自己在唱什麼 心情上應該也有這樣的感動 但是那個力度是不是真的可以持續一生之久呢 其實又未必 但力度是否真的可以持續一生之久呢 但又未必 就是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唱什麼 所以有時候我們是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 我這個時候就想到貼心牧師人在中東 這個時候就想起貼心牧師人在中東 他在神學院畢業的時候 他就寫了畢業留言 就是一次獻上永不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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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八個字就很有力度 這八個字就很有力度 但原來你要活出這句話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 但原來要活出這句話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這個大概是我在讀這個何西亞書的感覺 這就是我讀何西亞書的感覺 我把題目叫做摸到神心意做神貴重器名 一到三節明白神的心 第一節當烏西亞約坦阿哈斯希西家做猶大王 約阿斯的兒子耶路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時候 耶和華的話領到貝利的兒子何西亞 第一節當烏西亞約坦阿哈斯希西家做猶大王 約阿斯的兒子耶路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時候 耶路華的話臨到比利的兒子何西亞 這裡就講到他的時代背景 這裡就講到時代背景 何西亞是北國人 何西亞是北國的人 他用南國的時間來去表達 他經歷了四個王的王朝 他用南國的時代去代表 他經歷了四個王朝 然後就在北國呢 耶路波安二世的時候 他就被呼召做先知 在北國耶路波安二世的時候 就被呼召為先知 耶路波安二世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耶路波安二世是一個什麼時代 是一個強盛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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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北國最強和執政最長的軍王 他在位四十一年 他在位四十一年 這是一個強盛的北國 所以是一個強盛的北國 但其實這個王走了之後 很快的 大概三十年左右 這個北國就被亞洲所滅亡了 特別是傳講淫亂的信息 就是整個世代非常淫亂的信息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既然國家是這麼強盛的時候 但要傳遞一個 現在這個時代非常之淫亂的信息 是不容易的 但我們又要知道 北國他很強盛 其實是因為北國狀況很不好 但要知道北國這麼強盛 因為他的狀態非常之不好 就是當以色列 就是當 扫羅、大衛、所羅門 就是當扫羅、大衛、所羅門 然後接下來就有羅波安 就到了羅波安跟耶羅波安的時候 接到到羅波安、耶羅波安的時候 就是南北兩國分裂 就是南北兩國分裂的時候 然後北國就開始拜金牛毒 不過就開始拜金牛毒 因為南北分裂 因為南北分裂 北國的耶羅波安就想說 大家一直去耶路撒冷敬拜 那到時候錢就流到南方去了 人的心也回到南方了 那應該怎麼辦 不過耶羅波安就想 那些人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時候 錢人的心也去南方那邊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就造了金牛毒 所以就造了金牛毒 一個在蛋一個在伯特利 一個在蛋一個在伯特利 一個在伯特利 然後就跟北國以色列說 你們去耶路撒冷蠻辛苦的 你想想看 譬如說我們現在飛去以色列過節 哇 那個機票錢很貴 你想想 如果我們要飛去以色列過節 這個機票錢很貴 其實我們在蛋跟伯特利也是可以的 其實在蛋和伯特利都可以 我們的神就長這樣 我們的神就是這樣的樣子 就像一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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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的神 這就是我們的神 然後開始自己定很多的規矩 自己就開始定很多的規矩 簡單說就是有名無實的信仰 簡單就是有名無實的信仰 信仰就是拜耶和華 名字就是拜耶和華 剩下的全部是假的 剩下的全部都是假的 這樣的狀況 這樣的狀態 從耶羅波安開始 一路就走到耶羅波安二世的時候 由耶羅波安開始 一直走到耶羅波安二世 北國就開始遭受很多的問題 不過就接觸了很多的問題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耶和華看見北國以色列的人非常困苦 耶和華看見北國的人非常困苦 沒有人幫助他們 沒有人幫助他們 所以他就興起了一個拯救者 所以就興起了一個拯救者 叫做耶羅波安二世 叫做耶羅波安二世 所以這個王 這個起初他也是按照神的心意被興起的 所以這個王起初都是按著神的心意被興起 但是是因為北國以色列太糟糕了 所以沒有什麼好驕傲的 所以沒有什麼好驕傲 就是因為你太糟糕了 所以神看不下去 就找一個拯救者來到當中 因為你太糟糕了 神已經看不過眼了 所以就興起一個拯救者在當中 所以他有能力恢復大衛時代北部的邊境 所以有能力恢復大衛時代北國的邊境 但是耶羅波安二世 他本質上還是行惡的 但是耶羅波安二世在本質上都是行惡的 國家看起來是很強的 國家看起來就是很強的 但是他是行惡的 但是他是行惡的 在這個時候 神就把荷西亞興起了 神就將荷西亞興起 第一個我們講明白神的心 第一個我們講明白神的心 耶和華初次與荷西亞說話對他說 第二節 耶和華初次與荷西亞說話 對他說 你去取淫婦為妻也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 因為這地大行淫亂離棄耶和華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羨慕做荷西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羨慕做荷西亞呢 沒有 或者想做沒有羨慕 或者想做沒有羨慕 不是就是我們不羨慕他 我們不羨慕他 那被叫到的時候怎麼辦 但是被叫到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不羨慕荷西亞 我們不羨慕荷西亞 我們不想做荷西亞 我們不想做荷西亞 我們又想侍奉神 但我們想侍奉神 然後我們又唱主啊 我要愛你到永遠 我們跟神講主啊 我們到永遠 我們大家都在唱 然後神到底是要相信還是不相信呢 神到底要相信還是不相信呢 他說你們真好 我好感動 他說你真好 我好感動 我現在有一件像荷西亞的任務 我要交辦下去的時候 突然所有人都不見了 突然所有人都不見了 我們有可能是這樣 我說有可能是這樣 有可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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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叫荷西亞去取淫婦為妻 神叫荷西亞去取淫婦為妻 這裡有幾個問題 這裡有幾個問題 好 就是 神為什麼要我這樣做 神為什麼要我這樣做呢 以色列中不是不可以有妓女嗎 以色列中不是不可以有妓女嗎 對 不可以有 但實際上還是有嘛 不可以有 但實際上是有嘛 以色列人不是不可以娶妓女為妻嗎 以色列人不是說不可以娶妓為妻嗎 對 這個是神說的 對 這個是神所說的 神這樣說的意思是希望 就是 女人不要做妓女 神這樣說就是希望 女人不要做妓女 他用這個來去表達 做妓女的不好 他用這個表達做妓女的不好 就是跟你說不可以做 就是跟你說不要做 如果你做了 我也叫其他的男人不要娶你 如果你做的話 就要其他男人不要娶你 但是來到這個時候 神就要和荷西亞去做這樣的事 神就叫荷西亞去做這樣的事 這個對荷西亞來講是很難的 這個對荷西亞來講是很難的 好 那 我們 荷西亞應該會像我們這樣 就是為什麼 荷西亞應該會像我們這樣 神就說 神就說因為這個地大行淫亂 神說因為這地大行淫亂 這個地就是以色列地 這個地就是以色列地 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的太太 這個就是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就是這樣 我的太太就是這樣 你明白我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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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想認識我嗎 你不是很想認識我嗎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的心就是這樣 我的心就是這樣 我的妻子跟人家跑了 我的妻子跟人家走了 跟很多男人搞在一起了 跟很多男人搞在一起 有拜巴力的 有拜巴力 有拜不同的偶像的 有拜不同的偶像 我的狀況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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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該怎麼辦呢 我可以怎麼做呢 荷西亞你說我該怎麼辦呢 荷西亞你說我可以怎麼做呢 你願意去娶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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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意去娶一個淫亂的女人嗎 你願意娶一個淫亂的女人嗎 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 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 這個我們婚姻呢 有限的婚姻是會遇到第三者 有些人的婚姻會遇到第三者 這個都是不討神喜悅的 這個都是不討神喜悅的 人也很難接受的 人也很難接受 不過是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 但是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 但是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 男生有第三者呢 是比較 比例上 是比較 會被 妻子原諒的 男生有第三者呢 是比較容易被妻子原諒的 就在比例上 在比例上 譬如說 十個男人有第三者 那可能有三四個會被原諒 就是十個男人有第三者 可能有三四個會被原諒 這個是很主觀的 這個是很主觀的 原諒的比例呢 可能接近零 他被原諒的比例呢 可能是接近零 我看到很多的例子 確實是這樣 我看到很多例子都是這樣的 那你當然可以說是男人的自私 等等有很多的原因 你當然可以說是男人的自私 很多的原因 但是我想要表達 就是 這個男人呢 不管他很自私 他有很多原因 他在這一點上的容忍度 是很低的 我們想說 當一個男人作出自私 是怎麼樣 但他對這件事的容忍度 是很低的 不管他很窮 他很怎麼樣 但他對這一點 都是接近零容忍的 不論他很窮 或者怎麼樣都好 但在這一點上面 他是接近零容忍的 所以這個命題 領到任何一個男人身上 都是很難的 所以命題到任何一個男人身上 都是很難的 但是我要講 對荷西亞又更難 但我想說 對荷西亞就更加難 荷西亞為什麼會被選到呢 荷西亞為什麼會被選呢 一定是他比較像神 因為他是預表神的嘛 因為他是預表神 就是 他追求向神 可目向神 因為他追求向神 他學無像神 所以他的整個 無論是聖節敬錢 他是更高的 所以無論聖節敬錢 都是更加高的 他更明白那個淫亂的不好 他更加明白淫亂的不好 所以這次要他做呢 就更難了 所以現在他做的時候 就更加難了 還有呢 何西亞他不是一個小人物 還有就是 何西亞不是一個小人物 還有就是 我們現在如果聽到說 在哪裡啊 就是有一個人娶了妓女為妻 就覺得OK 這世界就是這樣 如果有一個哪裡的人 就說娶了妓女 就說OK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就是他如果是一個 一般家庭 對時代沒有一個震撼感 就有一般家庭的話 對於這個世代沒有震撼感 但是如果是一個 有名望的人 有名望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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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在報紙上 能夠知道說 這個人是誰誰誰的 就是你在報紙上 看到這個人是誰誰的 然後他的孩子 這個青年才俊 然後去娶一個淫亂的女子 而且他有孩子 這個一定是 這個應該可以做頭條新聞 做好一陣子 但他娶一個淫亂的女子 而且還有子女 這個可以在頭條身上 做好多場的一節 因為他是被用來震撼一個時代 因為他是用來震撼一個時代 所以他一定是一個有名望的人 所以一定是一個有名望的人 然後父母一定是傾全力反對他的 父母一定是傾全力去反對他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何西亞就面臨到神的邀請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何西亞就面對神的邀請 你願意為我這樣做嗎 你願意為我這樣做嗎 你願意嗎 你願意嗎 好 你不只要取淫亂為 淫亂取淫婦為妻 你不單止要取淫婦為妻 你也要收納從淫亂所生的兒女 也要收納從淫亂而生的兒女 就是那個淫婦是有孩子的 這個淫婦是有孩子的 是跟別人生的 是跟其他人生的 就等於呢 神要何西亞去承擔這個淫婦的一切的後果 就等於何西亞要承擔這個淫婦一切的後果 因為神也是這樣 因為神也是這樣 神想這樣做 神想這樣去做 神願意這樣做 神願意這樣去做 但是沒有人明白她 但沒有人明白她 她需要有人明白她 她需要人明白她 所以她找到何西亞 所以她找到何西亞 何西亞要怎樣明白神的心呢 何西亞要怎樣去明白神的心呢 就是照著神的吩咐 就是照著神的吩咐 做一個痛苦的決定 做一個痛苦的決定 但是比較起來 但是比較起來 她選擇跟神 她選擇跟神 然後她取下去之後 她取了之後 她就明白了 她就明白了 而且越來越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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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到三節 這個是一至三節 所以她就娶了歌滅這個女人 所以娶了歌滅這個女人 所以娶了歌滅這個女人 也很巧 歌滅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完全 就是叫名字就很完全的樣子 叫名字就是很完全的樣子 但是裡面實質就很不完全 但是裡面實質就不完全 外表聽起來是完全的 裡面是很窝錯的 裡面是很污秽的 很污秽的 就是完全相反的 是完全相反的 她就去娶了這樣的一個女子 她就這樣娶了一個女子 然後也生下孩子 也都生了孩子 這個是第一段 要明白神的心 這是第一段 要明白神的心 四到九節 四至九節 孩子生出來了 孩子生出來了 神就說把他的名字叫做耶斯列 神就說將他起名叫耶斯列 他說因為再過片時 我必討耶護家在耶斯列殺人流血的罪 也必死以色列家的國滅絕 因為再過片時 我必討耶護家在耶斯列殺人流血的罪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國滅絕 講到北國 然後一路來就來到亞哈王 一路去到亞哈王 然後亞哈王先死 亞哈王先死 然後就剩下耶斯列 就剩下耶斯列 然後這個時候神就差派耶護 這個時候神就差派耶護 就把耶斯列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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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但是耶護把上帝交替的事辦妥了 耶護就把上帝交替的事辦妥了 但是他是非常凶狠的 但是非常之凶狠 他不只把耶斯列殺了 他不單止把耶斯列滅了 所有拜耶護的… 所有拜巴黎的祭司 他把他招聚起來 全部都把他殺了 所有拜巴黎的祭司 全部招聚起來 把他殺了 所有支持亞哈的官員 所有支持亞哈的官員 因為亞哈有70個孩子 因為亞哈有70個孩子 被養在一座城裡面 被養在一座城的地方 然後當耶護作王的時候 當耶護作王的時候 他就問那個城的長老 那這些孩子應該怎麼辦呢 你們自己看著辦吧 就問一個城的長老 這些孩子要怎樣做呢 你們想想要怎樣做 然後他們就很緊張了 他們就很緊張了 既然這樣的話 他要我們表態對不對 不如我們把他的孩子 全部都把他殺了 不如我把他們的孩子 全部都殺了 然後就交到耶護的面前 就交到耶護的面前 耶護就說 這個不是我做的 耶護就說 這個不是我做的 這個是誰做的 這個是誰做的 就是那些 當初被托父 來去養亞哈的這些孩子的人 做的 就是當初被托父要養亞哈這些孩子的人 做的 他就把那些人全部殺了 他就把那些人全部殺了 就等於他們是亞哈所 他們是亞哈所信任 也是支持亞哈的官員 全部殲滅 就是他們是亞哈所信任 支持亞哈的 全部都被剿滅 手法非常的殘忍 手法非常的殘忍 但是因為他真的是把巴力從國中除滅 但是他真的把巴力從國中除滅 神就說你做得很好 神就說你做得很好 但是你只能夠做四代的君王 神就說你只能做四代的君王 這第四代就來到 就是 這個 耶路波安二世 就是耶護的爭孫 這個第四代就是耶路波安二世 就是耶護的爭孫 然後接著他的 他的時代過了 然後他的兒子在繼位半年也是 就全部都被殲滅了 當他的王位過之後 他的兒子接位 只是半年就被人散為了 那這邊他就講到說 他要討耶護家在耶穌列殺人流血的罪 耶護去殺耶穌列殺人流血的罪 耶穌去殺耶穌別他是奉命去的 耶穌去殺耶穌別是奉命去的 但是他多殺了很多人 但是他多殺了很多人 守法太過兇殘 守法太過兇殘 那你說他可能飢餓如醜對不對 你說他疾惡如仇 但其實他只是利用這個機會 把反對者殲滅的機會而已 其實他只是利用一個機會 把反對者剿滅 因為他還是繼續的容許以色列人家行惡 因為他仍然是容許以色列行惡 所以他剷除阿哈家的勢力 只是政治上的考量而已 所以他剷除阿哈家的勢力 只是一個政治的考量 因為他在耶穌列平原做了這個事 因為他在耶穌列平原做了這件事 所以神就說 我就要在耶穌列平原 我要討耶穌家在耶穌列殺人流血的罪 所以神就說 我必討耶護家在耶穌列殺人流血的罪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國滅絕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國滅絕 就是這麼有名望的家庭出來的人 取得淫婦震動整個社會 就是這麼有名望的人 他的家庭出來的取了淫婦 就震動整個社會 震動整個社會 接著孩子生出來叫耶穌列 大家就開始想 這到底是為什麼 那孩子生出來就叫耶穌列 人家會想為什麼 人家一定會問為什麼這樣取名字 人家會問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 他說因為神要追討耶穌家的罪孽 神要討耶穌家在耶穌列的罪孽 你有沒有感覺到震撼力是非常強的 你有沒有感到震撼力非常之強 就是你是在耶穌王朝下 你在耶穌王朝之下 耶穌王朝下做先知 在耶穌王朝下做先知 你做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事 你做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事 生的孩子就說 我就是神要審判耶穌家 就有三個孩子就說神要審判耶穌家 就等於他用孩子的名字來侍奉神 就等於他用孩子的名字去侍奉神 用孩子的名字去傳講神 用孩子的名字去傳眾神 第六節 他又生下一個女兒 他又生了一個女兒 給他起名叫羅露哈馬 就是不蒙憐 給他起名叫羅露哈馬 就是不蒙憐 因為我必不再憐憐以色列家 絕不赦免他們 因為我必不再憐憐以色列家 決不赦免他們 你有沒有覺得一個孩子 一出生就叫做不蒙憐憐 是滿慘的 你有沒有覺得一個孩子 生出來的時候 叫不蒙憐憐 是很慘的 對這個孩子當然是很可憐的 對這個孩子是很可憐的 但是這個孩子也被神用 但一個孩子也被神用 所以我相信 當荷西亞的老婆又懷孕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想說 那他的孩子的名字 會叫什麼 對不對 所以當荷西亞老婆又懷孕的時候 人們就問 到底這個孩子要叫什麼名字 竟然叫羅露哈馬 竟然叫羅露哈馬 他再度成為頭條新聞 他再度成為頭條新聞 因為他要傳講的一個信息就是 神不再憐憐以色列家 絕不赦免 因為他再傳有事實 神不再憐憐以色列家 決不赦免他們 這裡有幾個點可以思想 這裡有幾個點可以思想 第一個 這個孩子應該不是跟荷西亞生的 第一個 這個孩子應該不是跟荷西亞所生的 因為第三節是說 這婦人懷孕給他生了一個兒子 這婦人懷孕給他生了一個兒子 所以第一個孩子是跟荷西亞生的 所以第一個孩子是跟荷西亞所生的 第二個孩子 她只是說她生的 她沒有說跟她生的 第二個就是她生了 但沒有跟她生的 所以事實上應該就是 戈滅本來是淫亂的 後來嫁給荷西亞 就是戈滅本來是淫亂的 她就嫁給荷西亞 然後接著她又淫亂了 之後她又淫亂了 所以又生了一個女兒 所以又生了一個女兒 所以神也不會隨便叫一個名字是這樣的 神不會隨便叫一個名字是這樣的 所以一定是真的有這個事實 神才會讓父親這樣叫這個名字 所以真的有這個事實的時候 才叫父親改這個名字 當然這個女兒會蠻辛苦的 但是這個女兒會很辛苦 但是她是為神為整個時代這麼辛苦 但是她是為神為這個時代這麼辛苦 我今天在讀的時候才突然有看到 我今天讀的時候才突然看到 第二節所說的 第二節所說 她說你去娶婦為妻 也收納從淫亂所生的兒女 我本來讀這個經文以為她是淫婦 然後她有孩子 那時候讀的時候她是淫婦她有孩子 我記得我也不可能只娶這個老婆 連她的孩子我全部就蓋瓜成壽 對不對 沒想到神還有更深的意思 沒有想到神有更深的意思 就是她真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淫婦 她原來真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淫婦 她跟你結婚之前是淫婦 她結婚之後還是淫婦 然後她又跟別的男人又生下一個孩子 她又跟其他男人又生一個孩子 所以回到起初的呼召 所以回到起初的呼召 就是你也去收納從淫亂所生的 你也去收納從淫亂所生的 原來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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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西亞就照做 何西亞就照做 這是第六節 這是第六節 然後這個孩子的孩子 他所代表的屬靈意義就是 神他不憐憫以色列家 但是卻憐憫由大家 這個孩子的意思就是 神不憐憫以色列家 卻憐憫由大家 神的意思跟我們想的都不太一樣 神的意思跟我們想的都不一樣 使他們靠耶穌華他們的神得救 不使他們靠公刀爭戰馬匹與馬兵得救 使他們靠耶穌華他們的神得救 不使他們靠公刀爭戰馬匹與馬兵得救 大家想如果我是猶大國 就覺得你看我們就幾好 大家想如果我們猶大國再看我幾好 你們這個 你們以色列的先知 自己說以色列不行 真的是 我也覺得你們很有問題 你以色列的先知都說以色列有問題 我真的覺得你們非常之有問題 不像我們不用 不需要用到弓简馬兵 我們就可以贏了 對不對 就是我們不需要用弓简馬兵都可以贏了 其實不是這樣的 其實不是這樣的 其實南北兩國都是一樣糟的 其實南北兩國都是這麼差 聖經上有一個經文是說 背道的以色列比奸詐的猶大還顯為異 聖經有講到 背道的以色列比奸詐的猶大更顯為異 其實猶大更糟 其實猶大更加差 那為什麼北國就沒辦法得救呢 為什麼? 不過就沒辦法得救呢 就是神在這個時候讓南國存活呢 只是要表達說我可以讓南國存活而已 神這個時候讓南國存活 就是表達我可以讓南國存活 但是我不救你 但我不救你 我不救北國 我不救北國 因為你們的功太強了 因為你們的功太強 就是耶穌的功 就是耶穌的功 他遠遠一射就把一個國家的王 就把它除滅掉了 他遠遠一射就把國家的王就除滅了 他的勇力太猛了 他的勇力太猛了 所以神就一定要折斷耶穌家的功 所以神就一定要截斷耶穌家的功 不是說猶大比較好 不是說猶大比較好 猶大是比較差的 猶大比較差 神只是要表明說我可以救猶大 但是我不救你北國 神只是表達我可以救猶大 但我不救你們 那美國就覺得自己非常厲害 他北國又覺得自己很厲害 南國覺得自己很厲害 南國覺得自己很厲害 大家還記得亞術王包圍南國 猶大的時候 大家記得亞術王包圍南國的時候 幾十個城都被攻佔了 只剩下兩座城而已 幾十個城都被攻陷了 只剩下兩個城 然後在耶路撒冷那裡 也是被亞術王的將軍罵羞辱等等 在耶路撒冷那裡 都被亞術的將軍在那裡罵羞辱 然後最後西西家王呼求神 然後神派一個天使 就把十八萬五千人的敵軍全部殺了 那麼希西家王呼求神的時候 神就差派天使就把亞術軍消滅了 所以他們真的不靠刀不靠弓就贏了 所以真的不靠刀不靠弓就贏了 因為全部刀弓都用完了 其實是死定了 其實是死定了 只是死定的時候還肯祷告神就拯救 只是死定的時候還肯祷告神就拯救 這個跟南國優大祥的完全不一樣 這跟南國所說的所想的是完全不一樣 原來南國是更糟的 原來南國是更加差的 原來南國是更慘的 但是神想救就可以救 但是神想救就可以救 神用憐憫猶大來表達我不憐憫被國 神用憐憫猶大去表達我不憐憫不過 然後接著再生下一個孩子 之後又生了一個孩子 就是羅阿米 就是非我民的意思 羅阿米 就是非我民的意思 就是一樣的 又是跟別人生的 一樣的 都是跟別人生的 所以何希亞怎麼樣去服侍神呢 所以何希亞怎樣去服侍神呢 他要明白神 他要明白神 然後接受神的呼召 接受神的呼召 用祂的生命 用祂個人的見證 用祂個人的見證 祂願意去娶淫婦 然後願意去接納淫婦生的孩子 然後用祂的婚姻來服侍神 用祂的婚姻來服侍神 用祂的家庭來服侍神 用祂的家庭來服侍神 何希亞做到了 所以第三段的時候 神說 既然你可以拯救一個人到底 神說 既然你可以拯救一個人到底 我就拯救世人到底 我就拯救世人到底 我會讓以色列再度的發望起來 我會讓以色列再度的發望起來 他們會人數多如海沙 他們會人數多如海沙 而且你都收他了 我也收他 所以你都收他了 我都收他 你養他長大 我也願意把以色列養大 你養他長大 我都養以色列長大 我照顧到底 我照顧到底 原來這個世上 有一個人明白我 原來在這個世上 有一個人明白我 比較明白我 求神幫助我們 我們這個信仰的路 要走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要信仰紀錄走到什麼程度呢 看我們的心智 大家也不用怕了 大家都不需要怕 你承擔不了神不會叫你的 你承擔不了神會叫你的 你想太多了 你想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樂意的話 但如果你樂意的話 神知道 神會用 用我們整個人 整個婚姻 整個家庭 來服侍神 來服侍神 來服侍一個世代 來服侍這個世代 求神幫助我們 求神幫助我們 多謝 主事 我們來到祢的面前來讚美 來讚美妳 主要謝謝妳的恩典 和其廣大 主要雖然我們不能夠完全明白 你的心 主要但是妳的樂意 向我們顯明妳的心意 主要謝謝祢的慈愛 謝謝妳的信使 謝謝妳使用我們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們一起從座位上站立起來 让我们一起在敬拜当中 来回应对神的感谢 对神的慈爱 主赞美你 我的名字 刻画在你心中 我的脸孔 身影在你眼中 不是因为 我实力才能 乃是迎着 你奇妙宽容暗天 虽然有时 我会跌倒软弱 你却一直 包容不放弃我 有一次爱 静静地拥抱 我赞美你 宝贵奇妙的爱 温柔地陪到所有的 我赞美 一切尊贵荣耀 中的你的世界 是无架尘宝 你是我尊贵的主 唯有你陪到所有的 所有的赞美 一切尊贵荣耀 宝贵荣耀 你是我尊贵的主 耶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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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无架尊贵荣耀 我赞美你 宝贵荣耀 宝贵荣耀 虽然有时 我会跌倒软弱 一切尊贵荣耀 谢谢你不断的 包容不放弃我 有一次爱 静静地拥抱 我赞美你 宝贵奇妙的爱 唯有你陪到所有的 赞美 一切尊贵荣耀 宝贵荣耀 祝你的世界 是我家翅膀 你是我尊贵荣耀 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海唱 唯有你陪到所有的 将其尊贵荣耀 给我们的双海唱 我赞美 就学学你不尽的喜爱 一切尊贵荣耀 祝你的世界 是无架尊贵荣耀 你是我尊贵荣耀 耶稣 我们一起来到开口 来到赞美我们的神 祂是各位 简选我们每一个 成为祂归众器皿的 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到开口感恩 为着神今天简选 特别是一位神学生 简选你进入学行 成为一个归众的器皿 我们起来这样 简选你起路的人 来到成为神贵荣的器皿 我们一起来到开口感恩 神来我们赞美你 神因为你简选我们 在这个世代当中 你简选我们 每一个成为你 极着贵荣的器皿 神来我们来到赞美你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你每一个站立在你面前 主耶都是你所简选 主耶都是你所简选 主耶但是 我们明不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 主耶我们摸不摸着你的心呢 我们愿不愿意被你使用呢 我们愿不愿意用我们所紧有的 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 圣灵求你混合在整个场地 主耶稣你祝我每一位 来到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神学生的心灵 无论你以往经历什么艰难 今天神再次来到呼召你 让你明白祂的心意 如果你愿意的 你现在开口对你来跟神说 你说神啊我愿意摸着你的心 但是我不能 神啊我在罪里面 我现在还犯罪 神啊我不能够用我的健职 来到荣耀你 神啊我很想做小组长 我很想对我配偶 很好 但是我做不到 我很软弱 我很惧怕做小组长 我很想在我正常传福音 我很想做到一个很好的 来到荣耀你的气味 但是神啊我现在 我做不到 我们现在就开口 来到同神来到讨告 靠神来到帮助我们 成为他陷庸的气味 能够帮助他的心 我们一起来到开口讨告 你可以用方言 可以用语言 可以进入灵里面 不是靠你的 你能够完成 而是靠神的灵 方言 你能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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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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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